英国在世界上会发挥什么样的作用 英国现在越来越关注中国的发展 关注十九大 关注新时代的中国 关注新时代的中国在世界上会发挥什么样的作用 关注进入新时代的中国 会给中英关系提供什么样的机遇 那么我们觉得双方可以进一步的加强战略对话 进行在治国理政方面 双方各自发展战略方面的对话 能够进一步的 过去我们也讲中英有需要进行发展战略对接 我觉得这个甚至有发展理念的互建互动 进入一个更高的层次 在英国各界对机器参与一带一路 有很高的热情 美首相 这个也在多次的讲 一带一路会对中国提供中英之间提供更多的机遇 采灵大臣 这个也表示英国是一带一路的天然的伙伴 所以这个一带一路呢 使两国进一步走进 中英在国际上一些重大的问题 有很多的共同点 特别是面对的去年 出现了一些逆全球化 贸易保护主义这些势头 中英英国一直是自由贸易的起手 主张这个自由贸易 反对贸易保护主义 那么中英在这个问题上有很多的共识 在这个 欺骗 反恐 全球治理 国际发展议程 联合国发展议程 这些问题上 维和 中英都进行了很好的合作 所以我们期待这个黄金时代 我们是 我们叫行稳之源